大家好 欢迎又一次来到我的频道 上期视频给大家介绍一个方法 通过免费的网站 不用编程 通过输入一些条件 可以迅速的定位那些在底部马上就要腾飞的股票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屏幕右上角的链接 观看这个视频 制作本期视频的时候 又一次用同样的条件搜索了市场 也就是说 一根长期的均线 200天线 高于一个中期的均线 50天线 而同时 一条短期的均线 20天线要高于一个中期的均线目标 这样我得到了结果只有25只股票 而上一期视频 我搜索的时候是得到了42个 所以从这个趋势来看 现在市场里边的底部腾飞股的品种是越来越稀缺 有股友在跟我探讨说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设置一下 让50天均线 高于20天均线 也就是在这个范围内 我们可以更提早的发现这个腾飞股呢 当然可以了 我们可以试一下 于是按照这种条件设置 我得到了8只股票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试一下 我们研判一只股票的走势的时候 一定要综合所有的因素 一定要综合所有的因素 比如说 200天均线 200天均线走平 强势股的时候 我们心里有一个预期 我们都知道在今年的行情中 IT行业表现非常亮眼 所以我就用 SLK 这个代表 IT行业的 ETF 来 研判 这个强势股的一些特征 我们都知道在一个强势的 上涨的一只股票里面 它的特征最明显的就是 代表一个长期的均线 也就是 240天线 是在最底 中期的指标60天线 高于240天线 而短期的指标 20天线 高于中期的指标 这是它的牛市基本特征 就按这种特征来粗略的先进行筛选 我用短期均线高于中期均线 中期均线高于长期均线 并且市值大于10个billion 日成交量100万股 并且有分红 美国公司 这几个条件筛选出了186个股票 但是这个榜单还是有很大的量 那么我们可以进行其他一些微调 比如说 可以用这个pattern 这个条件过滤 那么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个pattern就是 Chino up 选择这个Chino up strong 马上我们就缩小到11只股票了 可以大概的看一看这个chart 做这种上行趋势的股票 Pattern很稳定 股价碰到上行通道的上沿回调 但碰到下沿后 又反弹回去 这时候我们可以改变另外一个变量 比如说设置股价在 低于20日 这个条件可以让我们发现哪些股价已经回调一定程度 进行抄底 除了技术面选股的两个必备的 比如说中期高于长期指标 短期均线高于中期均线 还可以通过基本面进行分析 比如 点到这个fundamental 我加入了一个条件 EPS growth 过去五年收入增长30% 得到了13只股票 回到技术面选股 再加一个条件 当前股价低于20点线 留下两只股票微软和 SYK 也就是说这只股票从 高点已经回调了一段时间 还提供了当前的股价 相对于几根均线的相对位置 这样的条件来选股 比如说 从富途牛牛的这个界面 我们可以看到 200天的相对位置 在Y轴上相对差不多是20%的位置 而60天线 大概是35%的位置 20天线呢 和 当前的股价差不多 但是大概的位置也在40%这样 所以我们可以 通过当前的股价 对比200天线 还有60天线 这样位置来进行条件选股 可以设置上这样的条件选股 当前股价高于200天平均线 20% 当前股价高于 50日平均线 10% 一番筛选之后 可以得到61只 这样的股票 进一步缩小范围 我们可以设置成 当前的股价 低于20天线 现在我只剩下了 两只股票 这两只股票都是从高点 已经回调了一些位置 总结一下今天的视频 在研判一个牛市状态 几个均线的基本特征 从这里入手 通过financial virtualization 按照不同的条件进行筛选 可以赋予基本面分析 或者我们常用的各种pattern 还有股价相对于 各种军线的相对位置 如果多种条件选股 都指向了同一家公司 那么这家公司 基本上就是强势股里的战斗机 各位股友 如果你有其他的选股条件 我们可以一起来交流 本期视频所涉及的网站 我会把链接放在视频下面的说明区 喜欢本期视频 请点赞 订阅 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